哈囉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阿秀 大家都知道補充蛋白質 對於減脂和維持肌肉量很重要 但是你知道嗎 蛋白質其實有分成兩種 分成完全蛋白質和不完全蛋白質 完全蛋白質指的是含有完整的九種必須按計算 所以品質比較好 像是大部分的動物性蛋白質都屬於完全蛋白質 例如雞蛋 雞肉 魚肉 豬肉 或者是牛肉 牛奶 起司 這些都是完全蛋白質 那不完全蛋白質指的就是缺乏一種 或者是多種的必須按計算 像是常吃的米 穀物 豆類等等 建議吃素的朋友在準備餐點的時候 可以同時攝取穀物和豆類 這樣就可以同時吃到所有的必須按計算囉 像是黑豆飯 藜麥毛豆飯糰 或者是點心來一碗紅豆子米粥 都是不錯的選擇囉 味道又是很高的 今次的女生 也會在一起裏面 先去個屏面 再次裏面